今天在觀塘APM坐直通車去到順德大梁 但是中途要在深圳灣轉車 深圳灣開過去大約一個半小時 但是早上有少許失車 結果用了兩個半小時 其實香港各區都有很多巴士去中國各地城市 非常之方便 這裡就是順德大梁落車的地方新世界酒店 我自己租了一間叫凡塵小竹酒店 不到200元一晚 其他房間其實是OK的 它全部沒有負評 我看到幾間酒店裡面 其他看過其他都有負評 這間是一個負評都沒有 就是酒店的大堂 酒店的外面都已經很多食肆 其實大梁這個區外面很多食肆 晚上又有夜市 這個叫大頭佛 我們在這裡喝茶吃粵菜 順德菜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腸粉的皮很薄 還有他那隻炸子雞 真的在香港是吃不到的 這間酒樓 我們坐巴士的時候都經過 我看到他很旺很旺 其實喝茶的時候已經是兩碟了 人流還沒散 這一碟很出眾 梁瓜炒牛肉 皮薄 很薄的腸粉蝦腸 這個雞非常好吃 香港吃不到的 完全沒有脂肪 很有雞味 看一個兒子吃到 這個梁瓜牛肉 又涼又入味 這個是 生鮮包 很好吃 這個就普普通通 撕開 餃子 生鮮包撕開 還有一塊肉 這個不錯 味道又不同 很鮮打 羊腩煲就麻煩地了 菠蘿包也都麻煩地 叉燒餐包都是麻煩地 裡面是空心的 但他普普通通 紅酒排骨飯都是普普通通 好了 結帳 是200多元 還有290多元 然後走出外面 很多食事 很多飲茶的部份 好幾間盲人按摩店 很多甜品店 這個水果店 很多這些茶檔 冰室 甜品店 這間是賣滷水的 前面是賣涼茶 咖啡室 這間是燒烤 旁邊就是米線的專門店 紐洲螺絲粉的店 在酒店附近有一個夜市叫做清輝園 清輝園這條街都好長下 街 這條街都是好多食事 我見到好多又是甜品店 有好多燉奶店 雙皮奶店 文訊老婆甜品店 由朝旺到晚 然後有一間的中國漢堡 入行也有些食事 很有特色 這間也是甜品店 招牌是賣什麼 綠茶紅豆 三款人氣甜品 20元一瓶 下方有芒果奶蓋 四重朱古力 咖啡雙皮奶 賣蜜茶紅豆雙皮奶 接著也是甜品店 這間叫蘭記 旁邊也是很有特色的飲品店 這裏真是甜品店特別多 走清輝園裏面一條路 多賣魚皮 陳川粉 這間是賣順德首順的 都是餅糕點之類 這間又是燉雙皮奶 這間也是賣甜品的 跟著龜苓糕涼茶 跟著金絲牛肉餅店都有見到四間 賣魚皮很多間 這間叫金牌魚皮大王 也是買陳川粉 我留意到很多賣 粉的都是有雙皮奶賣的 有甜品賣的 這間賣牛雜的 朋友在製作了一盤牛雜 今晚就在這裡掃街 這個牛雜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不是說很特別 但由於我本來 我已經很飽了 來到這裏由早吃到晚 吃什麼的真的要好好吃 才會有特別的感覺 或者是印象 來到這裏 沒什麼特別印象 這個牛雜我覺得普通 旁邊幫我兒子叫一個炒塵磚粉 這個炒塵磚粉 一定沒有我炒得那麼好吃 因為我下的材料比較好 我下櫻花蝦 蝦子 大地魚粉 用油膩的 沒可能輸給它 這個是買的燒乳鴿 炸乳鴿 很多什麼龍眼炸豬肉 我不是很明白它的意思 串燒炸豬肉 這個我幫助了它 蝦子很新鮮 和蔗汁 我買了一斤 蔗汁買了兩支 它說它的山渣裏面是軟的 這種是新的品種 我未試過 通常都是硬的 它裏面是很軟的 我真的沒聽過 又是龍眼炸豬肉 我試不到那麼多 這個又是酥皮牛肉餅 我朋友買了三個 我借了一個 要新鮮的 吃都是可以 咬開給大家看 裡面全部都是牛肉 然後做了肉燥飯給我兒子 這個牛腩陳村粉 結果它說不適合 這個牛雜普普通通 手打檸檬茶 我看到有整 四五間 又是賣魚皮 又是魚皮 通街都是魚皮 這間魚皮是特別多人排隊的 你看個個排隊 但是 但是 我也是沒有排隊 這間叫魚皮一哥 它寫著 它是秒殺你任何一間 你看這個隊 多長 這間賣腸粉和粥的 我們再進去逛 逛到裡面 交叉一條街 這條街叫做華蓋路 商業暴行街 好像東門一模一樣 但是好像沒有東門那麼多人 這些牛是賣食的 不是 這間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陳村粉 這個陳村粉 我覺得一點都不是 因為沒有什麼肉的裡面 我炒是好吃的 好啦 就回到這條叫做華蓋路商業暴行街 這裏買的都是服裝比較多 飲食的比較少 剛剛見到有間炸串 你看全部都好像東門那樣 有間甜品店 很多間這個叫什麼 歡者倫敦糕 其實都是買一些餅 餅乾 糕點之類 往前走 都是在這裏買衣服比較多 文訊老舖 文訊老舖 這裏我又製了一杯蔗汁 這裏的蔗汁好像特別好喝 不同香港那裏 一杯都是10元雞 這間是賣牛肉乾的 魚蛋10元有3吋 椰青我問你多少錢 是否賣22元 即是香港價錢 又是這個金絲牛肉餅 同一樣的東西 走過沒多久又有一間 這裏真是奇怪 中國名牌金綠福珠寶 在這個暴行街很可愛 它的商場全部都好像古老建築那樣 好了跟著我們走出去 我們就去那個十字路口那間 文訊老舖那裏吃 雙皮奶 十字路口這間文訊老舖 真是由朝旺到晚 椰黃雙皮奶 我叫了榴槤雙皮奶 榴槤的價值23元 這間水準是極高的 薑汁有濃 奶味有濃 薑汁狀奶是13元一碗 我叫了兩碗